嗨,大家好,小白自学中医 我是一个多脉上开过刀导致浑身冰凉的人 不光是手脚冰凉,是浑身冰凉 看过很多医生也吃过无数的中药都不见效 既然求医无门,只能是自学中医了 我便开始跟着迷失的视频学习 也把学习过程制作成视频分享给大家 希望和我有同样症状的人能够得到启发 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医,爱上中医 很多网友听了我的故事都在帮我分析病情 我曾经试过桂枝汤,也试了四米汤 也按照泥湿的方法吃过石硫黄 但都不见效,为了调养身体 我不得不改变我的饮食结构 我原本如素已经十几年了 在很多朋友和家人的强烈建议下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和利弊的权衡 下了很大的决心,重新开婚了 开始用父子炖羊汤,炖鸡汤来补充阳气 感觉是有点效果了,但也不是很明显 有董一斤的朋友帮我看了八字 我的命里确实是寒凉的 出生在北方的冬天,虽然又来到了南方 补了一点火,但又给我在腰椎上开了一刀 各种因缘合和下,我是寒上加寒 既然药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那咱们去换个方向 我相信中医博大新生总会有适合我的一个方法 有很多朋友就给我出主意 有人建议我盖个火炕 说这样可以闻都脉 也有朋友调侃说 你可以在家里用彩火炉烧饭 这样可以接触到火 有的朋友也建议我改个带火的名字 蓄点火 还有的朋友说 杭州也不算太火的城市 再往南边走一走 还有好多好多的热心朋友 大力推荐了他知道的一些民中医 很多民中医我也试着去联系了 不是找不到联系方法 就是找到了联系方法 如今呢也已经不做准了 能够通命里的中医真的已经很少很少了 而一般的中医呢 面对我这种特殊情况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还有建议我去诵经啊 唱会啊 用这样的方法来消业障 那大多数的网友还是建议我不要再下折腾了 就有一门心思的去练张志顺道爷的八部金刚弓吧 这个不用花钱也是最简单的 最能看到效果的方法了 总之呢 大家的关心和热情真的让我好感动 你们的建议我都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一一去尝试 目前呢主公把宝金刚和艾灸再加上一些食聊 另外保持清清寡欲 保卖生活的节奏 和参加社交活动 推出了所有的社交群 不在无关的事和无关的人上面去消耗明亮 不看无聊的影视 不听喧嚣的音乐 有时间就去学习中医和传统文化 做自己喜欢的事 呵护自己的心 这段时间通过八部金刚的练习 我的手和脚已经有热的感觉了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这是多少年来喝了多少药都没有的效果 说明练习八部金刚弓 我是找对路子了 争取早日练到 红身都热起来 冬天不再穿那么多的衣服 不再那么的怕冷 大家觉得我的这个目标 能不能实现呢 我除了浑身冰凉这一个最明显的症状 那还有一个也是困扰我 很多年很多年的 就是晨起变堂 就是早上起来一睁眼 一定得先去生大好 基本上是堂息的 不成形的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等一等 我忍一忍 而人到七点多 这个时候再去上大好 它就不会变堂了 但是又会很难排出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总之吧 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 大家觉得 我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八部金刚宫会对这个症状有没有调养的这个效果呢 如果你也有和我一样的症状 那我们就一起加入这个打卡八部金刚宫吧 也可以互相来探讨我们各自的调养方法 多多交流 多多学习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文博支持 感谢你的一键三连 如果你也喜欢传统文化 喜欢中一 那我们一起好好学习 自立立他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